我是看著午夜天長大的 有一次阿溪明明我們在花蓮表演 她媽媽打電話來說阿溪你在哪裡 我在士林逛夜市 我媽可能也會來 歡迎大家回到五月天的諾亞方舟 讓我們歡迎亞洲情人 任賢情 你們好嗎 今天很特別 是午夜天的生日 我是看著午夜天長大的 你們是聽著午夜天的歌 大家一起長大的對不對 能超越午夜天的 只有午夜天 謝謝小琪哥 小琪哥那個 你說你是看著午夜天長大的嗎 是 但我很好奇為什麼你都沒有長大呢 我一直留在你們的音樂裡面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小琪哥 看起來真的是完全沒有變 已經二十幾年了 然後今天呢是午夜天 出道 二十四年 年 的生日 其實 每一次看午夜天的表演 我記得那時候在巡迴的時候 然後他們在台上那種熱情 但是又害怕家裡知道 他們在表演 每個人都把帽子壓得很低 馬桑也把頭髮剝得 看不見他的臉了 有一次阿溪明明我們在花蓮表演 對 他媽媽打電話來說 阿溪你在哪裡 我在士林逛夜市 我馬上回去 那也是花蓮的夜市 都是夜市 都是夜市 而且我媽可能又來 對啊 姓媽媽對不起喔 那當年是我帶壞他們的 那都是齊哥 乾杯 大家不要緊張 五月天 五月天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這麼愛五月天 會不會有一天 世界真的能倒退 退回你的我的 回不去的悠悠的歲月 也許會有一天 世界真的有終點 也要和你聚起為提亮的天 和你才敢一杯 最近因為剛好發了一首新歌 這是我們五月天的怪獸 為我創作 為我製作的 歌名嘛 你要唱 接下來要唱啊 歌名就叫做 我出去一下 我知道 不要謙虛嘛 你唱啊 那我先唱一下 歌名就叫 我出去一下 還有什麼事 什麼情藏在心上 一個人一轉身活在擋下 說過不讓自己有遺憾 記得嗎 還有千真或萬年 餘定在朝上 一個人一步步路在腳下 永遠卻流天打滴打 偶爾讓我出去走一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並且記錄